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個代表什麼你知道 這代表那個澳斯本還說 預計聖誕節前後 表示人民等不及啊 聖誕節還很久耶 聖誕節要到12月去了 他們是希望他至少十幾天 真的要趕快滾下來 有人說最快這個禮拜 對啊 因為我真的是覺得 其實我上次就有講 我認為他搞不好11月就會下來 現在搞不好11月都不到 可能真的會撐不到 對 因為說真的很少有這種 我知道 據我所知啊 英國的歷史上的首相好像沒有一個 你上任第一個重大政策 就直接自己先收回不住了 對 好像從來沒有遇過這種奇怪的事情 你起手是一定要漂亮嗎 對啊 正常都會這樣 所以其實 過去我也沒有看過 可能介大使經驗比較豐富 我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美國總統 對英國首相的政策進行這麼嚴厲的指責 對 我從來沒有看過 而且拜登等於是兩次哦 拜登一次白宮一次哦 那拜登 當然很多人認為說拜登是失智啊 或者說他有些地方搞不清楚狀況 但這一次你有沒有注意到 白宮秘書還特別講說 他不會他不會為這個事情倒數 所以這代表什麼你知道 這不是拜登一個人的主意 是美國政府 白宮的想法 我相信 因為美國在英國的情報系統非常多了 哦 所以他在特拉斯要執行這個政策之前 他其實已經跟他溝通過了 然後美國在那邊的情收已經知道了 英國民眾會反對這個計畫 而且反對得非常徹底 所以他一直勸他不要做 那你不要做 我已經勸你不要做了 你也不聽我的硬幹 硬幹拜登的直接表態 所以拜登這個表態 其實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他也認為他很快就會下來 對 所以我根本不怕 我根本不用挺你 不用支持你 對我也不用支持你 其實美國 美國總統對英國首相這樣講 這個史無前例這種講法 基本上就是 你差不多可以回家洗幾歲 大概就差不多這個意思 那現在是特拉斯其實在硬撐 那老實講撐得很難看 你看這個下議院領袖 雖然是要幫他講話 可是人家已經在諷刺你 所以你躲在桌子底下 結果你回答的時候 他絕對沒有躲在桌子底下 一直在空閃 他是躲在衣櫃裡嗎 還是躲在廁所裡 躲在衣櫃有比較好嗎 還是躲在廁所裡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嘛 你說你有充分的理由 你不要來 你有緊急的事情 什麼緊急的事情講啊 這麼緊急的事情 大家都是國家的名代 大家都在等你耶 這個英國全國矚目的 一個議會質詢 結果你居然缺席 你至少講一個能夠說服大家理由 你講不出來啊 就好像我們的總統 你什麼理由他全部都不出來 死都不出來 死人了 甚至在意面中 要去問一下導遊就走了 可是高端只要股票一跌 他立刻跑出來 就是這樣 那同樣呢 你願意去接受採訪 可以跟媒體在那邊 耗那麼久的時間 是媒體比較重要 還是議會比較重要 你的所有的政策 是不是要議會的 這些人同意 這些人不同意 你就沒辦法執行啊 那請問一下你去媒體幹什麼 你要先來說服議員啊 請問你在幹嘛 所以很顯然 我覺得這個風潮 會影響到非常大 因為現在不只是 在野黨質疑他而已 他自己保保黨內部了 很多人都已經要把他換掉了 現在已經在串聯了 我覺得以這種態勢來看 恐怕真的搞不好 11月都還不到 他就要再見了 真的各位千萬不要以為 我們在亂講 真的是有可能 賓客的這個分析非常到位 因為拜登的表態 你可以很明白的知道 也許美國的情報安慰 大概知道他不久了 也不用怕得罪你了 直接就給你處理了 直接就處理了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原來首相他有一年的保護傘任期 但可能會失效 為什麼我們來看 因為這個保守黨規定 無論有多少議員提交不信任函 那麼新的領導人一年之內 都不用面臨不信任投票 我要你做一年啦 一年之後再說 可是現在 發起讓特拉斯下台 這個1922聯盟 他們就提出一個方法 說只要有60到70%的議員支持 那麼這個規定就可以修改 甚至別忘了強生是怎麼下台的 就是因為很多閣員跑掉嘛 把他逼到自己下台 對不對 強生是逃過了不信任投票 但是最後被閣員離職逼到下台 而現在就有年輕的閣員 在私下協調 乾脆我們大家一起離職 他不辭沒關係 有規定保護他沒關係 我們離職把他逼下來 讓他當強生第二 搞不好也能夠讓特拉斯 離開英國首相大位 好啦 他這麼討人厭 那下一個接班的 會更好嗎 我們來看現在已經在找替代人選了 包含呢 就剛剛這個幫他講話說他在桌子下面的 這個莫當特莫道特 也是一位女士 還有這位 之前 這個特拉斯的競爭對手蘇納克 還有現在的國防大臣就是很愛亂講話 一直說這個普丁怎麼了 俄羅斯怎麼了這個 Wallace Ben Wallace 本華華萊士 他也被點名 還有這一位 就是現任的財政大臣亨特 各位 我要特別講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身份特殊 而且他現在被西方媒體認為是英國最有權勢的人 我們來看 這位新任的財政大臣 他一上來 當然就是要擦屁股嘛 他就講了一句話 贏得了英國的明星啊 他說這個迷你預算 走得太遠 走得太快 然後他立刻撤銷三週前公佈的所有稅收措施 而且還成立他自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 跟首相無關喔 這兩個動作包含他的喊話 立刻讓英鎊稍稍回穩 兌換美元 匯率漲幅2% 所以他一上來講的話做的事情 是讓英國人民有感的 是讓英國人民有感的 我們來看媒體怎麼評價 包括紐約時報都說了 市場第一時間是認可這個亨特的做法 好那英國的天空新聞也說 亨特現在就是最有權勢的人 特拉斯只是名義上的首相 美聯社也提到 說政府的權力已經轉移到財相亨特的身上 好那CNN更是說了 現在這個Hunt已經成了實際上的領袖 特拉斯現在是被鎖在房間裡面 只能在紙上塗鴉的假首相 好那亨特除了上任之後做的事情講的話 備受肯定之外 他還有一個背景 據說也讓英國部分政壇人士 跟部分人民滿期待的 就是他跟中國的關係 我們來看 亨特經歷當然很好 你看他做過文化媒體大臣 衛生大臣 體育大臣 外交大臣 而非常重要的是 來看下面這張照片 他的太太很漂亮 氣質非常好 跟他很般配 他的妻子是西安人 而且他很常去參加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活動 甚至多次對中國的文化表達讚賞之意 我們來看這段 我試圖去找 但我找不到這個視頻 我記得之前有 他曾經在議會發言 提到中國人非常勤奮 那英國人就應該跟中國人一樣勤奮工作 這一個日不落帝國才有救 種種的特質 讓亨特現在呢 除了蘇納克 華萊士 還有其他的這些有益人選之外 非常熱門的英國下任首相候選人 大使 是 這個英國其實整個說起來是一個 快速衰落的帝國 雖然還維持帝國的這個形象 我覺得他們將來面臨的問題會很多 所以英國老百姓其實挫折感蠻重的 那他的政治人物也不好 也不敢當 也不好當 這政治人物啊 最大的 最搞的一個最荒謬的劇 就是他們脫歐 你知道 他事實上試圖想在這個脫歐的過程中 找回大英帝國這種心理上的光榮感 你知道當初江神他們怎麼講 他們的理論真的是讓你聽到啼笑皆非 他說我們大英帝國英國所以這樣子一蹶不振 就是我們跟世界的關係被歐盟給切斷了 歐盟加入歐盟以後我們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就受到了什麼嚴重的限制 所以我們今天大英帝國才走入今天這種不堪的地步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脫離歐盟 我們的對外關係讓我們自己英國人來主導 不要再去聽那個布魯塞爾的話 所以我們脫離了歐盟 就等於我們大英帝國又怎麼 又一朝蛟龍再跳入到大海上 然後又要建造一個 第二十一世紀的新的大英帝國 你說英國人到現在還在做大英帝國的夢 對 忘不了他那個光榮的傳統 你不要說中國人不忘記中國人的 這個當初漢唐盛世 中國人做這個夢是有道理的 漢唐的疆域還沒有現在中國的疆域大呢 對不對 漢唐那時候 事實上話 整個的這個直接 直接統治領土跟現在是不能比的 對不對 他雖然有這個安息都護府 有這個什麼 那個都是那個都是什麼 那是軍事 軍事的一種 一種一種一種所謂的一種歸屬的象征 實際的統治區域沒那麼大 那你現在 大英帝國能夠控制地方有多多大嗎 非常小啊 他還想恢復他那個他那個大英帝國 他以前 以前我告訴你1997年 光一個香港 就是整個大英帝國最會賺錢的 一顆 珍珠 他是英國女王皇冠上最亮的一顆珍珠 因為為什麼 連一個香港都可以賺 賺的讓大英帝國覺得是 最會賺錢的一個一個地方 香港也不過彈丸之地 那在他之前印度也是他的 對不對 然後這些這些中東很多地方都有他的 他才可以做這個夢啊 英國現在實際的領土非常有限 做什麼大英帝國的夢不可能了啦 可是他們心中的夢還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 所以呢這個時候最會出現哪一種政治人物 你知道就是會吹大牛的 牛吹的越大 哇這個老百姓聽得更爽 他們不想活在現實裡面 他們想活在夢裡面 所以最會給他搞一個夢的 最會搞一個很大永遠達不到的夢的 這種政治人物呢 人民會喜歡 就跟我們現在 蔡依依政府一樣 台灣獨立 不得了 台灣人當家做主 台灣人走向世界 世界最民主的 這些東西 搞一些這些夢 達不達到達不到 連戰爭都不想打 對不對 你要搞你要做夢你敢打啊 林非凡現在人家給他一個對聯啊 就是說主張台獨別人去打對不對 然後呢 每月九萬 我每天賺 就玩這種東西啊 你如果真正是這樣的話 民進黨這批人現在就怎麼樣 寫血書 我們以前年輕時候有很多寫血書的 投幣從榮 對直接展現決心 沒錯 就直接到第一線去 現在去當兵 等到真的發生戰事 你好歹也是個上校了 所以我們現在號召對不對 林非凡的啊 投筆成榮 以行動來代替什麼 代替這個空壇 準備打仗 你每天整個帶彈 對不對 你穿的綠軍服 你就不要給我換 就跟我在金門當兵的時候 六個月 我全身上下 從內衣到外衣 全部是綠色的 哪一啊 穿六個月的軍服 你都沒洗啊 有洗有洗啊 對我當然我那還很 我自己去訂做一套 訂做一套軍服 還要多投入啊 然後呢 叫他們去做這個事情 你不要六個月 你六個禮拜試試看 你不要給我脫下你的軍服 對 那你就還有說服力嘛 可是英國這種國家 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就是吹大牛的 然後畫大餅的 然後 臉皮要夠厚的 這種政治人物 他就可以出來 這反應說他這個國家怎麼樣 他國家已經有問題 老百姓 希望活在夢裡面 而不希望活在現實裡面 真正 主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 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 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洋根據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慮 幫助睡眠 睡前的三十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 酸甜好喝 然後 再次